哎 正假这群白类 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在你来之前吧 我这里也识讯了好久 咽下没有别的办法了 今天就让吴许郭文取好了 这匆忙是匆忙了一点 但是 就如上一次你和可心丫头所说 咱们自己家中 也没必要许可那么多规矩 只要你们几个孩子 能好好地相处 你能好好疼爱这个丫头 我也就知足了 反正呢 也是切实嘛 没那么多的要求 简陋就简陋一些吧 伯父 吏部那边要求您 是何氏夫人 明天一早 一天也耽搁不得了 今天早朝后 我也特意问过 吏部尚书长孙大人了 他那边也接到了皇上的意思 这前任京州都督 涉嫌谋反事关重大 耽搁不得了 伯父 这眼瞎都是下午时间了 肯定是来不及迎娶吴许的 我也不能让吴许姑娘 跟我受这么大一个委屈 看来只能等明年的年节 伯父归来长安之时 我在明媒正娶吴许姑娘 至于 这男十五女十三的问题 交给我来解决 吏匪修啊 这件事情 如果你去求了别人 怕是难比登天 但是呢 你来找了我和玄成 那还真的不叫什么难事了 不过呢 吏匪修这个小子 平时抠门的很 偏偏身上好东西不少 哎呀 你们说这一次 咱们总不能 白帮他这个忙 是不是啊 正是 正是 这个忙不能白帮 得让这个小子呀 再拿点好东西出来才是啊 诸位大人 眼看着明天无许就要离开长安去荆州了 这实不我待呀 每多耽搁一刻 我的心里就不踏实 至于答谢 这也是应该的 在年节之上 我因为写出联也赚了不少银财 要不给你们每个人的府上送几根金条 呸 你当我们几个也像你小子一样 看见金子就走不动道了 真是俗不可及 要不这样吧 上一次你小子做的那首 逍遥游曲子 端得是不错 高山流水 豪迈洒脱 大有一种大隐隐于世的意境气质 可是在那之后 你小子呀 就再没有第二首曲子传出了 要是不急一急你呀 真的是荒废了你满身的才华 那么今天 我们帮你将吴许姑娘的年龄问题解决 你就再做一首曲子作为回报 你当如何呢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不过我说王大人魏大人 你们该不会是去找户部 然后大笔一挥 把吴许的名字给改小一两岁吧 要是这样的话 虽说法理可容 但是长安城那些人 却是骗不了的 你这个小子 甚是悲懒啊 顽劣啊 我等堂堂宰相 又岂能做出这等卑劣 路人口舌之事 神城啊 走 你我现在就回黄城一趟 把他这个事给办了 李秋 一会儿等我们归来小宴之时 可就要听到你的心作 你可要抓紧了 等大概一个时辰之后 王规未征他们 颇为得意的 捋着吴许返回府中 然后就将一份由门下 洗草 上书省已经签发的证令 拿给李秋和吴许两人关桥 只见上面大致写着 为了府民已静 修养生息 从即刻起将男十五女十三的婚嫁年龄 改成了男二十女十五 李秋 看看怎么样 这一次你们无需再担心什么了吧 这修改婚龄这项政令 影响可是非同小可呀 不会给几位大人带来麻烦吧 无妨无妨 陛下日理万机 像这种小事是不会太在意的 哎 北宴 接下来可就是边喝酒 边等着听曲儿了 这首曲子 堪称旷世之作呀 如气如素 悠扬顿挫 让人随之欢快 随之恼怒 随之哀丸 随之心动 真的是让人听不够啊 第二天一早 李秋赶至了长安城南门 纵别武士约和吴许 李秋哥哥 这里面是 这里面装的 是一本书 梁柱 也是昨日那首曲子的配套故事 我将它一起送给你 正好黑在路上观瞧 在这粤鱼的时间里 芙蓉书院卖出去的精装版梁柱 至少两千余本 而它卖给民间百姓的 少说也得四五万 这如今长安城周边的纸张已经全部被卖空 价格都快翻了一倍了 难道陛下还没察觉出什么问题吗 五六万本书 这么多的数量 那就是把芙蓉书院中那些孩子们都动员起来 短时间之内也造不出这么多本书来吧 陛下可以随意翻翻看 这些本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对应的每一页甚至是每一个字体都是一样的 而且每张纸上都见不到墨屋 所以陈敢断定 这些本书籍绝不是由人手抄来的 陈等怀疑 李秋那边应该有个什么办法 让这些一模一样的书大量的造出来 若是那样的话 他搞出的这个东西可就太了不得了